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在电视机面前见陈雨昕就见得多了 原来在镜头背后的他相当之有设计的天分 八年前还成立了自家的银器首饰品牌做老板 实行多棲发展 我自己本身有设计底 不如找一个课程是关于珠宝首饰的课程去读 原来中大有这个课程 我就报了就开始读 不如试试将这一件事有职业 成立了这间公司 已经有八年了 原来Sam对物业的投资亦很有心得 除了在火炭一栋工业大厦买了单位作为办公室之外 还在质余冲道买了两个单位来收租 第一次置业应该有十年前的事 当时是买楼花的 买了哪里呢 就是四小龙 其中一个宇晨圈 那里都是租给人的 不是自住 租了一段时间 然后见他有些升值 不如试试放 一放有人接手 那里就赚了少许钱 赚了钱之后 就拿着那个钱去投资在另一个地方 见到第一次我在九龙那里投资 但同时如果我当时拿着同一块钱 如果我在港岛投资 其实升值的能力是高很多的 看中了泰股方的位置 就进入了单位 当时都是大约五年前的事 买了之后到现在 其实的利益都已经成为了一倍 有一阵子我自己住的 见到租资也升了 几好 我亦都租了出去 当是另外一块钱 成为一块钱 其实期间 我一直留意同一等大厦的其他单位 因为我都很喜欢那一大厦 所以几年前都卖入了第二个单位 所以现在那里有两个单位 都是租出去 其实那个租都算是挺高的了 就是以一个旧楼来说 阿Sam成人在营幕前 和爸爸石手合作 很多人都会好奇他和爸爸的关系 那到底这对升级的父子 是怎样相处的呢 我爸爸是比较一个 不是那么传统的爸爸 就是比较西化一点的 那他一个很open minded的人 无论我做对与错 他都用他的方法去和我去分析 那所以从小到大 我们两个关系 变成一个 只是兄弟兼父子的关系 是最后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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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几乎